- 芒果啦 新闻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白举刚 因为以前参加过麦吉的很多节目了 有麦吉就要来 现在没有什么太激动的心情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挑战项目 所以我是比较期待 明天在岩石上面采炎耳 对 不太会担心 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实地是什么样的吧 过过最多的就是煎鱼 第一次煎鱼的时候 我切了柠檬 本来想滴两滴柠檬汁 结果一不小心劲儿一大 半个整的柠檬汁全部进去了 然后就酸到吃不了 就一直煎鱼 煎鱼 然后就一直吃鱼 什么菜 和糖小炒 因为我喜欢绿色和糖 跟草有关的 我都很喜欢 而且和糖小炒里面 又有木耳 又有山药 还有那个豆角 就非常的健康 又清肺 对 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们在饭桌上 以前大家都聊梦想聊什么 现在大家都聊养生 聊中医 聊膏药 对 上个月和一个品牌做了一首歌 那首歌也快要发出来了 自己的不插电的专辑马上就要出来了 还是感谢 然后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爱在 就是像微博那些平台上面发自己平时生活中状态的人 我会尽量多发一点 对 多发一些好看的照片 视频什么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 对 其实可能就是懒 太懒了 对 我学会了冲浪 然后我想今年把冲浪冲好 把自己的摩托车早日做好 拿出来骑一骑来 对 其他就是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了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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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